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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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最狠的时候刷爆骑政一张信用卡 买了金子再买车 丝毫都不带手软的 而骑政的态度却是不痛不痒 转身递给我一张黑卡 以后刷这张 没限制 多么让人愉悦的一句话呀 为了这八个字 让我给骑政当狗 我也愿意 私存之间 车已经开上了高架 骑政看着前方的路况 缓缓开口 西雾 晚上有个局 你陪我一起去 我应了一声 打开镜子开始补妆 还好 我今天穿的一身红色长裙 淡妆 看起来自然又得体 见我这么紧张 骑政弯唇低笑 别照了 已经够美了 我看了看骑政的侧眼 若有所思到 是谁的思验吗 我是不是要带点礼物 没事 将近生日 我们去他家里聚聚 你到场就够给他面子了 这小子还要什么礼物 听到这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心头逐渐划过一股暖流 与他交好的几个发小 我基本都见过 虽是点头之交 他们对我倒也还客气 路过商场 我还是坚持挑了一款男士香水 骑政倒也没拦着我 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后脑勺 我们家小乖 最近倒是越来越长进了 我笑着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男人意外地挑了挑眉 加重了这个吻 到了江景家门口 门竟然没锁 似乎是特意给我们留门 转动门把手 我看到的就是江景两口子在厨房调情的景象 女人语调婉转 别闹我了 锅里的排骨要糊了 身后 江景缠绵地亲着秦桑的耳垂 嗓音含糊不清 糊了就糊了 距离他们过来还有点时间 要不 我们先去房间 这是什么情况 我惊讶地张了张唇 看向旁边的齐政 他笑了笑 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下一秒 齐政不动声色地咳了咳 厨房里还缠坐一团的两人 瞬间分开 江景挠了挠头 一脸欲求不满地看向玄关 齐政 我诅咒你每次亲热都被人打断 显然 江景的毒蛇攻击 并没有对齐政造成什么伤害 反倒是站在一边的我 脸色瞬间红了 我与秦桑 从前也就见过一面 那次还是齐政的饭局 江景带着秦桑一起过来 初见看着还羞怯怯的姑娘 如今 也肯为了江景洗手做羹汤 爱情的力量还真是强大呀 我将礼物递给江景 来得匆忙 也没买什么 一点心意 秦桑倒是个会来事儿的 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谢谢嫂子 你能来 我们就很高兴了 秦桑让江景在客厅陪我们说话 自己进了厨房又开始忙活了 晚上七点 刻意到齐 加上齐政另外两个发小 一共六个人 一行人说说笑笑 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小时 饭后有人提议打麻将 这方面我并不擅长 便一直坐在齐政身边看着他玩 两三把之后 江景几个人全都叫苦连迭 郑哥 你这是什么逆天手气 我去 嫂子 在旁边 你也不必这么亢奋啊 跟开了挂似的 文言 齐政笑得一脸无奈 不服是吧 要不让我老婆替我打 话落 齐政看向我 对上她的视线 我慌乱临顺 我真的不会 会输的 齐政却是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反手就把我拉到了她的腿上 周围又是一阵起哄声 嫂子 你就别推辞了 郑哥平时压榨我们压榨的这么惨 今天还不给我们放点血 真情侣就是好磕呀 还没结婚就想着替郑哥省钱了 郑哥好福气 看着他们几个人 我欲哭无泪 他们一行人打牌 筹码必然不会小 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进了别人的口袋 这可不是我这个财迷的作风 坐在齐政腿上 她轻易地揽住我的腰身 下一秒 男人温热的气息出现在我耳边 别那么紧张 我教你 输了也没关系 你输的还能由我转得快吗 一句话仿佛是给我吃了定心丸 我焦虑的心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得益于齐政这么精明的老师 起初我云里雾里地输了两把 后来状态越来越好 一直在赢 打到最后 他们几个人都面有菜色 我有些抱歉地凑到齐政耳边 是不是赢得太狠 太不给他们面子了 话落齐政疲里脾气地笑了笑 怕什么将近他们不缺这点钱 就当是他们给你的见面礼 该死 齐政真的很会聊 林熙悟 你只是他的女朋友 不要把自己带入到妻子的角色了 我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 回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钟 齐政喝了酒 所以说我在开车 刚一下车 我就被齐政拦腰抱起 他大步朝着楼上的主卧走去 黑暗里 齐政将我放在沙发上 喘息着同我身吻 今晚的他似乎格外凶 折腾了许久 直到我哭了才肯放过我 洗澡的时候 我累得躺在他怀里睡着 燕足的男人心情甚好 昔悟 每次看到你乖乖在我身边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们会一直这么好的 对吗 他温柔地扶过我额前的碎发 已经睡着的我对他说的话恍若未闻 自然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翻了个身 我继续甜甜地睡去 男人轻笑着吻了吻我的额头 然后将我抱到房间 清早 我醒来时身边早已没有了人 齐政是个工作狂 忙起来的时候经常会忘了吃饭 在一起一年 我没有让他的胃病再复发过 某些层面上来说 齐政更像是我的老板 我从不问他爱不爱我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尖锐 站在齐政的角度 他也会为此感到厌烦 既然如此 那我乖巧懂事的 拿齐政的钱去包装自己就好了 何必想那么多有的没的 毕竟聪明女人从不给自己找事 刚到科室屁股还没有做热 就有小护士一脸焦急 跑进来找我 林医生 三床的病人又闹开了 吵着要见你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刚到病房门口 我就听到了里面的嘶吼声 声音凌厉 中气十足 我不想看见你们 让林医生过来 我只要林医生给我治 听不懂 病房里围了一圈小护士 都拿他没办法 其中不乏实习生 小姑娘哪见过这种场面 红着眼睛不敢哭 我打开门 吵闹的环境瞬间安静了下来 陆星月靠在床边 吊儿郎当地看着我 林医生 你来得可真够慢的 我没说话 朝着几个小护士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出去 下一秒 我站在病床前 把点滴的速度稍微调快了一些 陆星月则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仿佛刚刚那个泼皮无赖不是他 这是医院 你不能打扰到别的病人休息 陆星月 这个道理还要我给你讲几遍 男人一脸被我骂爽了的样子 就是这个语气 再多骂几句 我爱听 我皱眉白了他一眼 神经病 我和陆星月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他比我高一级 游记的大三那年 他对我表白 林熙悟 我就要毕业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你等着我 等我做了大明星 一定会回来找你 后来陆星月真的做了大明星 短短几年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鼎流 在全国各地开巡回演唱会 我以为他早就忘了当初说的话 没想到 他是认真的 陆星月来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和齐正在一起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 陆星月笑容苦涩 只说了四个字 生不逢时 再后来 他面色苍白地住进了医院 他的经纪人告诉我 他是因为高强度的压力 加上心情郁结 所以患上了厌食症 长期不吃饭 或者吃了就吐 这段时间他已经瘦了一圈 对他 我是有愧疚的 我常常在想 如果不是因为我 陆星月现在必定 健健康康地活着 我回应不了他的感情 但是 我有这个能力治好他 所以他入院这段时间 我一直尽心尽力 陆星月靠在床边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知道那几个小护士 私底下说我耍大牌 但我不在意 只要每天能见你一面 比什么都好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 你这又是何必 我跟你说过了 我现在有男朋友 话落 陆星月眼神暗了暗 在看到我脖子上的吻痕时 脸色瞬间音质 是昨天下班来接你的那个人吧 他叫齐正 是吗 我点了点头 陆星月再怎么说 也是个大明星 要调查一个人 还是能做得到的 况且 这道吻痕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了 之所以没有遮盖 就是故意让陆星月看到 他是个聪明人 当然明白我的用意 陆星月动了动唇 略带几分自嘲地笑了笑 灵溪物 你可真狠心啊 就算是单恋 也要残忍断绝我的念想吗 站在原地 我无可辩驳 许是我的沉默刺激了他 陆星月翻了个身 背对着我 我累了 想休息 请你先出去吧 罢了 他最近状况越来越好 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 往后 我们应该也不会再有交集了 可我没想到 周五晚上 我在同学聚会上 再次见到了他 包间的门被打开 映照出陆星月那张精致绝伦的脸蛋 在场的女孩全都激动了起来 要知道 陆星月演唱会一票难求 今天见到真人 女生们拼了命都想表现 有人赢了上去 态度十分殷切 陆大明星终于把你盼来了 是啊 你这个大盲人 红了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 今天怎么肯赏光 文言 陆星月眼神在我脸上扫过 自然有我的道理 包间里公筹交错 大部分都是公为陆星月的 大家都很现实 谁也不是傻子 谁混得好 谁就是聚会的主角 他虽跟我们不是一介 但是谁会计较这个呢 下一秒 齐正的电话打了进来 嫌包间太吵 我走到外面接听 电话那头 齐正带着雌性的嗓音 出现在我耳边 什么时候结束 我去接你 我完全笑了笑 半个小时左右 我提前走没事 好 乖乖等我 齐正的声音性感阴雅 如果他在我身边 真想亲死他 回到包厢 陆星月不知什么时候 坐到了我身边 怎么 还跟我装不认识 你知道我没这个意思 话落 陆星月勾了勾唇 他拿起酒杯跟我碰了碰 我不会缠着你的 你放心 灵溪物 别一脸看洪水猛兽的眼神看我 陆星月主动破冰 甚至看起来有些可怜 气氛到了这里 再不喝就不礼貌了 我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身旁陆星月的笑容逐渐放大 随后一脸亲和的身边的人摇起了头子 不过一会儿我感觉有些头晕 我摇了摇头 可是面前的东西好像都成双影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一段时间没喝 酒量已经这么差了吗 我暗自付匪 直到意识逐渐模糊 迷迷糊糊之间 我好像被人抱起来 是齐正吗 他要带我去哪里 我费尽想睁开眼看 却怎么也看不清楚 半小时后 齐正沉着脸 派人将酒吧翻了个遍 他脸色不善 壮似随意地坐在包厢里 而酒吧的老板 颤颤巍巍地站在一边 齐爷 夜场一直都是鱼龙混杂 我们真的不知情 我已经动用全部人去找了 您稍安勿躁 话落 齐正台眼看向老板 这一眼 吓得老板差点跪下来 少安勿躁 我的人在你的地盘上不见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 文言 老板的腿抖得更加厉害了 支支吾吾半天 也只能拿下面的人开涮 齐正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下一秒 江景的电话打了过来 嫂子是被一个叫陆星月的男人带走了 现在在君月酒店1605 来不及挂断电话 齐正就已经冲出了包厢 君月酒店 迷迷糊糊间 我好像被人放在了一张大床上 有人温柔地抚摸我的脸颊 陆星月痴迷地看着我的睡眼 西雾 别怪我方式极端 我真的太爱你了 没有办法放弃 我已经找了媒体 明天早上把一切都公开 过了今晚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会一辈子爱你 保护你 就算你跟他什么都做过了 我对你也不会变 可其正不一样 如果我们发生了关系 我不信他还会要你 醒醒吧 我才是你最后的归宿 我摇了摇头 似乎有人在跟我说话 但是听不真切 体内的躁动 让我本能地想跟那个人贴得更近 我无意识地抱住了面前的人 昏迷中的我不知道 我的动作引来了男人的狂喜 他哽咽着抱住我 乖乖 你一辈子都是我的 就在陆星月 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房间的门被人狠狠踹开 陆星月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人一拳打到了地上 其正眼眶心红 就像是一只暴怒的野兽 一拳一拳 不要命式地打在了陆星月的脸上 你怎么敢的 我其正的人 你也敢动 一个爱斗的体力 当然敌不过其正这种 常年在健身房撸铁的 很快 陆星月就奄奄一息地躺在了地上 其正一脸阴沉地抱起 我往外面走 把我放在后座 其正拨通了电话 将警 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 药物作用 我一直昏昏沉沉 其正带着我直接去了医院 被熟悉的气味包围 我在其正的怀里不安分地扭动着 解开他的衬衣扣子 我缠绵地吸吹着他的喉结 其正咬牙切齿地握住我作乱的手 该死 换另一个男人你也这样吗 灵溪物 看着我 我是谁 我哥哥笑着 其正 你凶我的样子也好帅 听到自己的名字 其正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醒来时 其正趴在我床边睡着了 他眼下有一圈乌青 看来 昨晚他压根没怎么睡觉 我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 结果还是把其正弄醒了 此时我一时清醒 当然知道昨晚闯祸了 我小心翼翼地叫了其正好几声 他也没理我 而是自顾自地叫来了医生 在确认我没事 可以出院之后 其正这才看向我 闭嘴 跟我回家 哦 一到家里 其正就把自己关进了浴室 真就不理我了 急死人了 他倒是说句话呀 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 还是打开了浴室的门 浴缸里 其正正在闭目养神 他睁开眼看着我 眼神冷漠的让人心惊 金主生气了 该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我咽了一口口水 在其正冷淡的眼神下 一颗一颗解开了上衣的钮扣 哄男人吗 当然要投其所好 男人的眼神逐渐转为炽热 其正我昨天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嗯 话还没说完 我就被拉进了浴缸 其正稳我稳得又凶又急 良久 我趴在其正尖头动弹不得 男人的声音还是有点闷 以后 这种聚会不要去了 昨天我要是再晚一点找到你 后果不堪设想 我点了点头 有一搭没一搭的亲着其正的耳垂 好 不去了 其正抱住我 陆星月纠缠你 为什么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抿了抿唇 都是成年人了 我以为自己能体面解决 谁能想到 她用了这种下三滥的方式 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怕 话落 其正眸光暗了暗 别怕 我会处理 半个月后 陆星月她防了 有人实名制举报她 偷税漏税 她名下的多个公司 税务都是有问题的 相关部门已在着手调查 对于这个结果 我毫不意外 其正想要把她拉下马 有一万种方式 从前 我始终认为她是真诚且善良的 可是经过这件事 我才明白 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谁进去都会变 若是大学的她 绝对不可能 对我做出这种事情 人 不可能永远都一样 这件事 反倒让其正将我看得更紧了些 她走到哪都会把我带着 某一天吃饭 秦桑跟我说 西雾 我感觉其正对你不一般 我失笑 怎么个不一般 其正以前谈过几段 我都是知道的 她这样的公子哥 感情不可能是空白的 隶属她的历届女朋友 我可能都不算什么了 秦桑却是煞有介事 江景说 她已经有好几年没看到其正这么发火了 上一次发脾气 还是因为她妹妹温绕 话落 秦桑若有所思 不过 他们兄妹俩的感情不一般 我之前见过温绕一回 她看其正的眼神不大对劲 我笑了笑 其正的花边小料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 商务应酬 私下交际 她身边从来都不缺想要上位的女人 我们还没有分手 只能说明其正暂时还不想分 何况 这是她的妹妹 能有什么事 说白了 我能在她身边待多久都是个未知数 在她没有厌烦我之前 我只要做好本分 惹事不是我的作风 我没想到 秦桑口中的温绕 会这么快出现 三个月后 我在其正的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 彼时的她正在阳台打电话 饶饶就要回来了 你把老宅的房间收拾一下 对 按照她的喜好来就可以了 不用跟我汇报那么多 你们好好伺候着 我抿了抿唇 温绕要回来了 那 我是不是得表示点啥 作为她哥哥的女朋友 一起吃顿饭 接风洗尘还是需要的吧 我看了看阳台上打电话的奇症 这些事情她应该会安排 一周后 温绕从嘎那回来 刚刚参加完电影节 温绕掌获年度最佳女主 作为影后的她 这个奖项无形之中 将她的身价再度抬高 齐正去接机那天 机场被堵得水泄不通 到处都是粉丝和记者 温绕挽着齐正的手 从特殊通道出来 她举止亲密 一改平日里的高冷形象 我看着热搜上两人的照片 愣了愣神 下一秒 我给齐正发了一条消息 温绕好不容易回国 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她有什么忌口吗 过了一个多小时 齐正才回我 没事 我已经带她回老宅了 西雾 晚上你自己乖乖吃饭 我可能要晚点回来 看着齐正发过来的消息 我承认我多想了 是我见不得人 还是齐正并没有打算 把我介绍给她的家人 想到这里 我忽然难受了一下 下一秒 我再度安慰自己 我只是她的女朋友而已 确实没必要见 回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 今天诊室里有病人 所以加了会儿班 刚到家 张嫂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 端上了桌 一个人的晚餐 有些食不知味 在一起之后 齐正哪怕再忙 也会跟我一起吃饭 我从不就让她空着肚子工作 也不知道在老宅她有没有吃好 想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又怕打扰到她 饭后 我进了浴室 出来的时候 手机上有陌生的消息发来 我点开照片 画面里 齐正靠在沙发上睡觉 这没什么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视角 很近 近得让我有些不适 旁边还出现了女人的裙脚 而信息的内容 才更让我折舌 林小姐 我是温绕 想必你早已知道我们的关系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根本不是齐正的亲妹妹 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我喜欢她 从小就喜欢 她和你在一起 只是因为我不在她身边罢了 现在我回来了 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识相的话就赶紧走吧 看着温绕的信息 指尖迅速冷了下去 现在的情况很明了 白月光归国 逼我让位的戏码 可是这个政主 竟然是齐正名义上的妹妹 我在意的是 齐正从未跟我说过 她和温绕不是亲兄妹 所以秦桑当时让我小心温绕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想到这里 我摇了摇头 还是打了一行子过去 不可能 齐正不是这种人 那头很快便给我了回复 是吗 那她为什么不让你见我 又为什么独自来老宅 林小姐 你是个聪明人 与其让齐正甩了你 为什么不体面的自己走呢 我给你五千万 以后别出现在齐正的世界里 五千万 还真不少呢 我吸了吸鼻子 你也知道 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 所以呢 得加钱 呵呵 要多少 一个亿 一分也不能少 卡号给我 今晚会有人画给你 这种亏她温绕也吃 我不禁则舌 一个亿都给了 温绕究竟是有多爱齐正 放下手机 我心里竟然微微泛酸 细想 温绕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她一回来 其正都整上夜不归宿了 是啊 我虽是她的女朋友 可又算得上什么呢 没结婚 她就对我没有任何义务 人家哥那两情相悦的 我又何必再去添乱 作为女人来说 钱是第一可靠的 我起身 二话不说 卷钱离开 齐正这个人 平时对我倒也不设访 他的财产都在哪里 我自然知道 一想到齐正回来 看到家被偷了 眼前一黑的景象 我就莫名有些爽 分手了 我总得拿点分手费吧 含泪吞下巨额财产 很合理 当晚 我旁着行李 跑得比兔子还快 生怕温饶改变主意 不给我打这一个亿了 我到闺蜜家的时候 她正准备出门喝酒 姐们儿报复了 我朝姐您笑了笑 下一秒 耳边传来闺蜜的惊呼 不是吧 林熙悟 这大晚上的你被人给甩了 准确来说 是的 但我是自己走的 留了最后一点尊严 话落 简宁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 包厢里 简宁揽住我的肩膀 虽说人家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回来了 但齐正不也没跟你提分手吗 俗话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要真是为了钱 就不会走的这么干脆 在齐正身边能唠到更多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真喜欢上齐正了 开始介意了 我灌了一口酒 耿着脖子反驳 谁说的 我就是为了钱 都让我拿他的钱跑路干嘛 一个男人而已 怎么会比钱更加重要 简宁笑得了然 一脸我跟你一起长大的 我还不了解你的表情 我吸了吸鼻子 不慎在意地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 两个又高又帅的男模 出现在了包厢 我在桌上放下一打钱 让我高兴 这钱就是你们的 话落 两个男模瞬间把我包围 原本坐在我旁边的简宁 都被男模仪屁股挤开 她笑得有些无奈 是风日下 有钱就是爹呀 灵溪悟 我劝你 可别玩得太过火 我没说话 一口一口灌着酒 两个男模格外殷勤 姐姐 你想唱什么歌 我帮你点 姐姐 你长得真好看 跟电视上的明星似的 我看着面前 两个长相不错的小奶狗 眼前却不断出现 奇正那张脸 清冷的 生气的 温柔的 全都是奇正 笑死 都分手了 还来影响我的情绪 灵溪悟 你可真没出息 下一秒 我看向简宁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 我帮你点几个弟弟 简宁拒绝的话都没说出口 门外便再度进来了几个男模 而队伍的最后 赫然出现了奇正的身影 此刻的他一脸煞气 仿佛是地狱里的修罗眼望 我以为我喝多了 产生了幻觉 揉了揉眼睛 我指着奇正开口 你 出去 姐不喜欢你这样的 而坐在一边的简宁 一直给我使眼色 很可惜 我醉意上头 看不到 下一秒 坐在我身边的男模吃醋到 姐姐 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 我咯咯一笑 挑起他的下巴 喜欢 至少 他们不会和奇正一样 让我难受 站在原地 奇正只觉得 他想杀人 当年 母亲去世 他爸在婚 后妈带着温柔 嫁进了奇家 起初 奇正对这两个人是排斥的 他总觉得 对不起地底下的妈妈 最叛逆的时候 他把后妈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那个女人被摔到骨折 还是笑着说了一句 是我自己不小心 后来 奇正渐渐发现了后妈的好 他不再针对她 同时 也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加倍呵护 可是这种好 让温柔对他产生了病态的依赖 奇正很明白 不能让温柔再待在自己身边 几年前 他接管了奇家的产业 第一时间 便把温柔送到了国外深造 他狠心断联 只给他打钱 不联系 本以为 几年不见 他对自己的心思已经断绝了 没想到 却是变本加厉 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都是意外 连走忙了一天的他 不小心在老宅的沙发上睡着了 老宅全部都是庸人 温柔自然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他做什么 等他一回到家 早已没有了西雾的身影 他当即跑到老宅 发了一通脾气 温柔也不过是个色力内人的 很快就哭着吐露了事情 齐正捏着他的下巴 冷声道 灵溪物是我老婆 惹他就等于惹我 温柔 我惹你很久了 要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 你以为你还能回国吗 国外待了几年 脑子怎么还是正不长进 我给你订了机票 明天你就滚回去 化落 齐正转身就走 温柔哭着抱住他的腿 灵溪物有什么好的 他家是门第 样样配不上你 哥 你还不知道吧 他开价一个亿 作为离开你的条件 这种捞女 凭什么能得到你的爱 化落 齐正倾笑了一声 这笑容让温柔的后脊被发凉 下一秒 男人开口 我还怕他看不上我的钱呢 因为钱把他锁在我身边 这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吗 温柔 你低估了我对他的爱 化落 齐正转身就走 留下温柔坐在原地 哭声越来越大 包厢里 此刻的氛围冷得像冰 齐正上前 你把握住了我的手 谁让你碰别的男人 分手了 我就碰 灵溪悟 我可没同意分手 我和齐正就这么对峙着 气氛安静 我只觉得心跳如雷鼓 齐正似乎是被我气笑了 家里养的小偷 好狠的心 一条底裤都不给我留 林小姐既然要选 不如吃好点 选我 我惊讶的抬眼 厚着脸皮 求我选他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齐正吗 我抿了抿唇 别开眼睛 除了有点姿色 你还有什么好的 我哪里好 你不是最清楚吗 齐正语气暧昧 流氓 我脸色通红的看着齐正 有些气节 下一秒 齐正一把将我扛了起来 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走出了包间 神经病 你要带我去拿 跟我回家 齐正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不回去 你已经有温柔了 难道想让我当你的二房吗 听到这里 齐正把我放了下来 他看着我 忽然勾了勾唇 灵犀雾 原来你是在意温柔的呀 听话好不好 我回去跟你解释 我张了张纯 还未说话 便被齐正塞进了副驾驶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认真的齐正 他眼底都是疲惫 却大晚上出来找我 是不是说明 他心里也是有我的呢 手机不合时宜的响了一声 闺蜜的消息发来 人家这都追过来找你了 就听听他解释 可别再闹了 我侧过头 看着窗外的景色 这一路畅通无阻 回到家 齐正随意扯了一把领带 将我按在沙发上坐下 他这才缓缓开口 小没良心的 我辛辛苦苦找你 你却在泡男膜 我抿唇不渝 有些心虚 齐正叹了口气 给我解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从不在我面前说假话 只要说了 一定是真的 听到最后 我还是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温柔见面 还让他住在老宅 男人看着我 一个曾经对我有想法的女人 我怎么会带到你面前 让你误会了才是得不偿失 让他住老宅 是不想他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我的住处 只要有你就够了 另外 我已经安排他出国 往后他不会再回来打扰我们了 听到这里 我酸涩的心有被安抚到 齐正起身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你问完了 现在是不是该我了 我懵懵懂懂的应了一句 什么 灯光下 齐正的脸格外温柔 让我有些恍神 其实 今天去找你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 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从未向你表达过自己的心意 所以才产生了今天的误会 我从小和我爸一起生活 习惯了将感受隐藏起来 也不懂得对人说爱 我知道 在这段感情里 你经常会没有安全感 这些都怪我 我应该要勇敢点 再勇敢点 今天江景问我 如果真的和你分手了 我会怎样 我认真的想了很久 得出了结论 除了结婚 我从没想过 我们还有第二种结局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想和你一起喝咖啡 一起看电影 一起吹晚风回家 一起走盛夏的路 我的意思是 和你 灵溪物 这句话虽然来得有些迟了 但此刻我还是最想说 我爱你 说到这里 奇政的语气带着哽咽 那么你呢 你能坦然接受这样的我吗 我看着奇政 这一年多 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心格的好远 我抓不住奇政 也看不透他 可是 今晚的他 以一种鲜活的姿态 出现在我面前 他是通俗易懂的 是向我敞开心扉的 其正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 哪怕后妈对他再好 有一部分情感也是缺失的 我要做的 就是用加倍的爱填满他 其正 其实我们都是傻子 对待感情有些迟钝 我从未想过 只要你出现 我就会超级有底气 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 这种感觉就是爱啊 没关系 以前都是你为我撑腰 以后 灵犀物也会成为你的后盾 你不必再担心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 因为我会一直爱你 这番话说完 奇政已经泣不成声 我抱着他 不停地给他安抚 还好 幸福来临的时候 我接住了 不算太晚 气氛温情 奇政抱着我不肯撒手 良久 我忽然想到了点什么 奇政 我从温饶那里敲诈了一个亿 下一秒 男人好听的嗓音出现在耳边 反正他身上的钱都是奇家的 将来也是你的 就当小姑子提前孝敬嫂嫂咯 我敏唇轻笑 以前怎么没发现奇政这么坏 在我愣神的间隙 奇政一把将我抱起 大步往主握走 今晚还长 你这么折腾我 不惩罚一下你就不礼貌了 什么惩罚 你猜 良久 卧室传来我压抑的哭声 奇政说的对 夜还长 而我们注定了要爱一辈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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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